大家好,这里是松说新语 今天下午韩联社又发了一篇稿子 在下午16点39 这个稿子内容当地时间 说韩国那些超导体专家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 韩国超导与低温学会 就是这个 他们已经得出结论了 那么就是LK99不是史文超导体 因为它没有显示出超导体的特征之一 麦斯纳效应 实际上在昨天这个消息就出来了 那么韩联社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论文的作者自己赌信 包括合作方金教授也是这么说的 当然这个协会我看看稿子之后 我觉得挺好的 第一个说明这个协会是坚持原则 我没看到的我就不承认 这里边又有点怪怪的 是不是也有点 我感觉韩国官方机构的官僚 或者怎么样的 你看详细的采访是这样的 这个低温协会向李试培金志勋他们 LK索要这个样品进行验证 但是呢 他们被告知论文正在审查中 审查结束后两到四周才会给你样品 这个事就透着一丝诡异 就是LK这俩兄弟 他们不着急被你这个韩国超导与低温协会 让你给我做认证 我不着急 你看看 这他双方都有点官室官办的意思 公事公办的意思 对吧 那这个核查委员会啊 他们说呢 超导现象呢 你起码得有这个麦斯纳效应 是吧 或者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磁通定孔效应 就是你的超导体 得悬浮在磁体上方的特定位置不动 但是从LK99啊 在爆出的视频来看呢 他离这个磁通这个这种钉扎效应啊 还是有一定距离 因为他毕竟是一部分粘在磁体上嘛 来会摆动和移动 所以呢 这个核查委员会 他就认为呢 论文称悬浮只是样品的一部分 而不是完整的样品 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啊 磁体和样品之间存在吸引力 因此的样品可能会因为相对斥地而远离磁体 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不是准确的麦斯纳效应 当然了 我觉得呢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 大家知道 韩国 日本 包括中国 这些东方民族啊 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的 其实 你比如说这个民族的自豪感 那在韩国 可能这方面 有的人认为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但从这个这么一个跨世纪的突破的这个热情来看 韩国相关机构啊 没有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来 所以这个事啊 也许是我们小人之心多君子之父 是吧 就是人家本来就是这样照张办事的 那不能像中国那样上来就跟你就是夸大呀 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报道 为了宣传而宣传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然了 这里边呢 就是我呢 从做这个LK99的相关介绍开始 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 我一直在盯着这个 今天啊 我还特意搜了一身YouTube上 关于LK99啊 这个室传抄导的这些视频的这么一个 不叫排名吧 这么一个记录 我发现很有意思 给大家看看啊 这是啊 我用Firefox浏览器打开的这个YouTube 然后搜LK99这么一个结果 啊 很有意思 我的视频竟然排在第一个位置上了 因为我怕不准确啊 我就没有谷歌浏览器 我特意下载一个火壶之后呢 也没有登录 就是这个账号没有登录我的YouTube账号 就是这么一个裸的空白的浏览器 我们就搜 看看都有哪位讲这LK99了 我真的排在了第一个 是因为我自己的电脑 我IP是在什么什么相近他给我的吗 还是我真的排到第一位了 感谢各位这个关注啊 主要是我的观众啊 他的这个层次都比较高 他们关注点啊 都是这些科技啊什么的 把我也给提高了 逼得我一直做的视频 另外一个呢 我一直是做的是4K的视频 虽然我是坐在这个地方啊 在室内 我上传的都是4K的 那第二个呢 是CNBC的一个 第三个就是李老师 实际上李老师啊 李永乐老师在4月份 就做过一期专门的这个视频超导 所以他现在说 又又又又又来了 早知道这个话题 我可以多做几次 是吧 你看李老师也不是4K的 心里奶爸 我最早这个消息 是从悉尼奶爸这看到的 我就反应说 开始做详细资料 开始做 但悉尼奶爸 人家是正论频道 人家关注的点多 所以呢 他是时不时的谈一次 这是悉尼奶爸的 那后边呢 是什么徐德文科学频道 这应该也是一个科学频道 讲这个 这个 讲这个时分传导的 再往下呢 是曲播科技教室 这也是个大号啊 你看31万次观看 牛逼的很 这个下边这个又是我的了 全景展示韩国复现 LK99竞赛 又是我的视频 看来LK99这个关键词呢 对我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吧 再往下呢 这才是一个韩国的YouTube频道 所以这个事 我觉得他是不是跟IPDG有关 那我IPDG也不是中国呀 对吧 下边呢 环宇新闻 再往下看呢 大刘科普 大刘科普 那是我的多少倍的这个关注量啊 再往下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你弄到里面后 这个怎么和LK99有关呢 这个频道可不是 这个浏览器可不是我的账号啊 这是个空白的 我登录的 我就想看看 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搜索到什么 后边呢 就有一些英文的一些东西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视频 我这个又拍到前面了 好吧 哎呀 太有意思了 我很感谢L99 这还是我的 这为什么呀 你们搜一下 是不是也是这个结果啊 朋友们 你们要是在你们浏览器上啊 你最好能找一个 哎 没有登录过你账号浏览器 搜一下LK99 看到排在前面的 和我这个差别大不大 我怀疑呢 可能和我的这个IPDG有关吧 啊 那当然我这个号才多少啊 才几千个关注量 但是我的观众素质都很高啊 别人都是几万几十万的 所以现在我的这个视频呢 来不来就大几千上万的这个观看量 让我受宠热惊啊 所以特别的这个感谢啊 朋友们对我账号的关注 那今天呢 就简单给大家聊聊韩联市的这个新闻 啊 看起来呢 我觉得啊 韩国这个低温与超道协会呢 是有点公事公办 不过呢 这样也挺好 科学的事吧 来不得半点虚假啊 好的 今天要来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